把蓝星上季度财务报表 和今天的收盘情况拿给我看 在公司电脑上就回公司拿呀 快 喂 好好好 对 那个蓝星的事 明天我会在董事会上 向大家解释的 损失不算太大 好 我尽快你一份损失的评估报告给你 就这样 吃饭了吗 我给你做点宵夜吧 这么忙啊 还记得那个崔雷龙吗 就是小时候她把我骂哭了 你还帮我出气的那个 我可讨厌她了 没想到现在啊 文家居然把她请去给小崔交礼仪 小崔这回可得受苦喽 对了 我今天见到谢伯伯了 她让你少喝点咖啡 咖啡 咖啡这个东西是特别不好 能少喝点你就少喝一点吧 谢伯伯身体已经好多了呢 今天见到她的时候 让她说话的声音也大了 身子不可坚定了 没想到谢伯伯身体这么好 这出院没几天就缓过来了 你要是有空的话 就去看看她吧 少喝点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还有完没完啊 从一进门你就老老道道说我没完 我已经忍了你半天了 替我爸干嘛 是不是想说我爸住院 我这个当儿子都没去看一眼 我跟文降天比起来什么都不是 我跟文降天比起来什么都不是 我跟文降天交错词 mira 那我们要走了 那天 嗯 我的跟文降人 跟文降人 梦 你不想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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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小姐 白小姐 您还认识我吗 白小姐 白小姐 我是孙大胜啊 当初 您让我跟着小碎的那个 对不起 我今天心情不好 不想跟你去救 白小姐 您看看啊 您见过这个东西之后 兴许没准 你的心情就好了 看见没有 钻石之王 这是我精挑细选的 呦 白小姐 您刚才哭过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白小姐 我真的是想帮您 我非常的仰慕您 滚 那人 白小姐 白小姐 这是真的 其实 有空的话 应该跟小碎去度个假 出去玩玩什么的 对不对 年轻人约个会 吃个饭 看个电影 有什么不好的 像当年我追你嫂子的时候呢 我们有的是时间就是没钱 你是刚好相反 有钱却没有这个时间 你不要忘了文总啊 不能够每天都忙着挣钱 你要想想怎么过生活 你说是不是 老板 我现在真的很忙 你一直在我旁边说话 我精神集中不了 这就对了吗 如果说你不能集中的话呢 就找小碎聊聊啊 你看 这些东西先放不放 别理这些东西了 走走走 她刚起床在上面呢 你觉得我不想跟小碎 天天在一起吗 可是恰巧她刚来到我家 公司的事就接踵而来 我已经尽量平衡两方面了 可是你也别再逼我好不好 我答应过小碎 把我手头上的工作做完之后 就好好陪她 那你也得 得让我把事情 一件一件地办好 对不对 我明白 文总 这不就是公司的一点小事而已嘛 交代了就没事了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想见小碎的话 你讲两句肯定没问题 别忘了你是谁啊 你是文想天哪 老板您还不明白 管理文室跟管理您的这个小超市 是不一样的 对不起 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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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室集团这么大 我们超市这么小一个 怎么可能看得起我们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 老板 我不能跟你聊了 我八点还有个会要开 老板 你说你不能再穿高跟鞋了 你昨天就穿了特别高的高跟鞋 这样对宝宝不好的 那我以后不穿了 还有 你要控制情绪 宝宝和妈妈的情绪是在一块儿的 你要高兴他也高兴 你要难过他也跟着难过了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啊 只是觉得有个人关心真好 那你要好好休息啊 乖乖地迎接宝宝出来 知道吗 嗯 你的话呀 我一定都好好地记在心里 那不跟你多说了 我关电话了 今天晚上要早一点休息 拜拜 哥 小翠 小翠 告诉哥 那个老处女怎么欺负你的 来 告诉我 我帮你报仇 别闹了 我是沈 我前小翠 我是你前大年的妹妹 我们俩兄妹也怕她 我跟你说 这点小挫折 还是可以忍的 你忍得了 但你哥忍不了怎么办 来 告诉我 嗯 手拿来 干嘛 干嘛呀 别动 看来 心理催眠法 你管用的 膝盖 手 手 手跟鸡爪子一样 下巴 胸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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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钭 还是死那种 鸡爪 露鸡 弱公子 这根狡鞭 可是充满贵族器材 他是李鸿章曾经拿过的 后来传到我们家 这根狡辩 比你爷爷的年纪都大 给我站好了 你知道当时武训堂就是靠打 才出了北洋水师的 说 陈老师 你这练淑女的练军人啊 站 站 我告诉你 每一个合格的书女 穿上一身军装 她就是个合格的食物 手啊 不是 你 别让我再坐下 你 坐下 快 你 你 快 你干啥吧 爸 思天 爸 我知道 您生着我气呢 前段时间您生病 我没去看您 您心里边不高兴 我知道错了 您原谅我 就这跟我走 我给您买个大房子 咱俩俩从此就不分开了 我照顾着您 思天 你听我说 我病了你没去看我 我不生气 我是觉着 你不能这样对待文家 对待向天呢 你明明知道 文家和齐家是世仇 现在却给齐氏集团做事 我呢 是文家的管家 这叫怎么回事 听爸爸的话 离开齐氏集团 不然爸爸在文家 永远抬不起头来 爸 您是不是觉得 我给您丢人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可是 齐氏集团的总经理 是跟白景天一样的职位 我成功了 我不管你什么职位 什么经理 什么成功不成功 孩子 你这是踩着文家 获得的一切 这是不易啊 是您是中意了 可您中意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让人家觉得 你越来越好欺负 敢来敢去 最后赶出这个家门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社会 必须要成功 而成功 就得不择手段 你说什么 好了 您要是在这儿住习惯了呢 您就在这儿住了 不过有句话我就先告诉你 您等着吧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门 我迟早让他们都行信 各方他从自己的诊译 赶紧的 吓arla 他さん是五出来 他说三怪 他也行 資料 香吱 很迟到 就因为你这个做哥哥的 没有好榜样 你知不知道 上凉不正下凉完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点儿郎当在什么样子 子天哥 好久不见 小穗 这 找小穗找不到 这个也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 以后也用不到 信不信 我爸爸有着落了 现在范围已经缩小到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都是在二十多年前 孩子被抱走 至今没有下落 从年龄上也很符合 那他们在哪儿 我能见他们吗 现在还不是时候 小穗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事先告诉你 你好在心理上做个准备 什么事啊 这三个人当中 这三个人当中 有两个人已经去世了 也就是说 我爸爸 可能是那两个人中的一个 我已经开始派人去排查 这两个人的身份了 相信老天爷 相信老天爷 不会对你这么狠心的 没问题 我 不 哥 答应 一定要查下去 就算只有一线希望也要往下查 我做妈妈的母亲发过事 一定要找到爸爸的 我不能放弃 放弃吧 谢谢 钱小岁 你这次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今天我们见面的事别告诉向天 就当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秘密好不好 为什么 向天现在对我有太多的成见 我不想因为我而困扰你们 我不知道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但是既然滴滴姐那么爱你 那你就是个好人 你也很爱滴姐对不对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滴姐都告诉我了 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我知道 你不想公开你们两个人间的关系 是为了滴姐好 毕竟一个在文室一个在骑士 你也不想让滴姐为难 但是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啊 你干嘛要在乎别人知不知道 她还跟你说什么了 她还跟你说什么了 有一件事 滴姐叮嘱过我让我不要告诉你 但是我觉得还是让你知道比较好 滴姐有了你的宝宝了 你不高兴吗 你不高兴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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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贤哥 你千万别生气 我 我知道 滴姐也跟我说 她是希望能够找机会 就告诉你 我 我也知道这件事情我来说特别不合适 但是我真的不想宝宝出生以后没有爸爸 因为那样子很难受 我不想让宝宝跟我一样 这里面有我从网上摘超的一些 有妈妈宝典 我原先是想自己给滴姐的 但是现在你来给比较合适 黎天 等你从骑士辞职 咱们有了小木屋 我们要一个孩子好不好 根本就把你赴杀账 我去哪儿 你 有没有 我都把你赴账 你去哪儿 我买了 怎么回事 你去哪儿 我教你去哪儿 正回来 好吧 你怎么了 没事 心不在焉 妹啊 问你一个问题啊 就是 崔老师那个叫鞭啊 是不是对他来说挺重要的 怎么了 干嘛问这个 没为什么 就是觉得 那个叫鞭好像挺好玩的 哥也想来弄一条 啪 啪 啪 我也来玩一下 你又编不起 真的吗 听说这是崔老师的什么祖父 还是谁在上世纪末花了 十二万多块 十二万 上世纪买便宜了啊 那是上世纪末的价钱好不好 现在怎么也得翻了好几番吧 无超所值啊 无超所值 这太好了 再来一杯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慢慢泡啊 得好一點 跟去辦點事 餵 阿玉 你說話呀 怎麼了 你在幹什麼 我在練茶道呢 剛才子天是不是來找你了 沒 沒有啊 幹嗎要突然問這個 我 我呢 喂 你希望你怎么回来 让我去是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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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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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 我去 还在 我起 我去 我去 家 你 我去 但我和我 我 謝伯 我求求您 我求求您 要不這樣吧 如果你非要出去 我派一輛車把你送過去 謝謝謝伯 白總 騎大馬人已經到了 在輝克室等您 知道了 你通知文總也過去 可是文總已經走了 走了 不好意思問一下 大概什麼時候能待啊 最多半小時 千小姐 您別著急 你怎麼跑上面來了 屋裡別得慌啊 這兒多敞亮啊 怎麼 我大侄子不敢來見我 你來的事兒 我壓根就沒告訴向天 我是怕他 贏一次就沾沾自喜 我告訴你 藍星這個案子 老子根本就沒過問 全讓謝子天給搞砸了 要是老子親自出馬 絕對不會出這種事 誰讓你找了一條哈巴狗 當副總的 說得好 在你白景天眼裏 誰都不如你聰明 啊 不過 老子也是才剛知道 咱家大侄女白滴滴 好像已經給騎士送了不少大禮 老美 何必這麼客氣呢 好了 談正事吧 你今天來要幹什麼 離開文市 咱倆聯手 怎麼樣 三十年前 老子就勸你離開 你就是不聽啊 就連文市 吞了你老婆的產業 你還是死心塌地的跟著他們 你這何苦呢 現在回頭 還來得及 你這條老狐狸 再加上我這條毒狼 咱們齊白兩家聯手 一定能把那個性本的高誇 老狐狸 獨狼 當年年輕時候 把人鬧得說好 一往這麼多年了 你還是念念不忘啊 這正是咱倆的優勢啊 你靠精明 老子靠韓 現在就是個機會啊 三十年前你沒抓住 三十年後 可得好好的過過腦子 就算我是老狐狸 你是獨狼 你別忘了 文向天父親的綽號叫什麼 烈人 你輕扭把繞的 老子說不過你 你就給句同塊話 幹還是不幹 細大馬 你記住了 滴滴是我白景天的女兒 但凡有人敢利用她傷害她 這個人 就是我的仇人 我今天明確地告訴你 我不會離開本層 十二万还给你了 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臭小子 你过不过开车 你没张眼睛啊 明天的车来了 不会躲啊 你凶什么凶啊 明明是你们撞的人 行了行了 说往倒霉 就是我们老板给你的 走啊 赶紧走啊 你干嘛 我告诉你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们这种 拿钱押人的头大款 嫌少 你想要多少啊丫头 我不要你的钱 你撞的人就应该道歉 许总 你别生气 我自己拿了我 我自己拿了我 你也道歉 你必须给我道歉 我站住 我站住 有什么人要不起来 头大款 赚有钱 我告诉你 别让我的朋友 你见一次死一次 小翠去公司了 是啊 本来约好了 要跟我学查到 结果迟到一个多小时 这眼还红红的 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这后来她又一声不吭地就走了 我先忙我的 前小姐 你怎么来了 安玉 文总 他忙吗 我找他有点事 文总刚走 你们是不是走差了呀 啊 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我都希望你现在还没有长大 还是那个对爸爸言听计从的小姑娘 弟弟 你放心 爸爸一定会把其他妈打败的 我要让你看一看 你死心塌地爱着的谢自天 究竟是一个什么货色 我那个客气 我 abusive breath cannot say 这isses Library quieres put it? λε Phok 听到留言后 立即回公司开会 这次白景天真是把老子给热火了 且时集团 要向文氏全面宣战 我要把白景天重新打回去 三十年前的穷光蛋 老了的 上天 你今天有空吗 我想见你 师傅 阿姨回来了吗 咋就回来了 可是接了一电话又出去了 当时怎么回事啊 钱小姐 我看你就不要到处乱找了 老老实实在家里 等着相天回来为好 弟弟 相天 其他妈已经全面向文氏宣战 你一定要帮帮我爸爸 弟弟你这是怎么了 到底站在哪一边 文氏还是骑士 我都被你搞糊涂了 到底哪个你是真的 对不起 相天 我知道我把文氏的商业机密 当作筹码 实在是太自私了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帮帮我 相天 帮帮我 子天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你为了他 宁愿牺牲文氏 牺牲你爸爸的一片心血 值得吗 不知道 路想不了那么多了 你别再问我那么多的问题了 你白叔叔的性格 你白叔叔的性格 他这次绝对不会饶了子天 文齐两家注定大战一场 这已经不是我能左右的了 就不能再想想别的办法 我也想去 那个 �� 哥 Sho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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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挂了电话就后悔了 就想跟你打过去道歉来的 但是你的电话已经关机了 别生气了 我哪有生气啊 就像我相信你跟弟弟姐一样 你也要相信我跟子天哥 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他来找我 只是为了帮我找爸爸的事 我会这么难过 是因为我很可能这一辈子 都看不见我爸爸了 阿语 我们走了那么久 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 为什么要被这样的情绪做影响呢 我在意的不是这些照片 我在意的是你骗我 我不是已经到我家了吗 别生气了 嗯 宠妮啊 你骗生气了吗 亲一个 讨厌 我还生气呢 好一点 不过还不够 别闹了 这照片在前小岁的身上 怎么不管用呢 感觉 感觉 到手指尖 到手指尖 到 到 到手指尖 你看 你看你的记住啊 记住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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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肚子 收 收 我收了 收了 隋小姐 孙先生来了要见您 你 再练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我回来检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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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小姐 这个是送您的 给我的 你看 这是我特意 配的一条白金箱子 只有完美的手势 才配得上你这个完美的 给我戴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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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漂亮了 我已经从你的眼睛里 看到我的样子了 崔小姐 我一直在非洲发展 非洲 是一个神秘 而又美丽的地方 我跟很多大酋长 关系都很好 可以出入他们的宫殿 崔小姐 我要是有幸 可以和你在美丽的非洲 共同生活 真是三生五相 宫殿 不过这种婚姻大事 我还是要很慎重地考虑一下的 好的 随时过 好 崔老师 崔老师 崔老师等一下 等一下 您是不是要去教训小岁了 我不是训他 我是教育他 崔老师 如果有什么小岁做得不对的地方呢 你尽管说出来 不要每次又打又骂的 你看我这个当歌的看着很不忍心 你知道吗 所以你也退一步 我也退一步的话呢 大家和平相处 你觉得怎么样 你凭什么跟我说条件 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 我 等等 说到这个条件不如这样吧 我帮您介绍个男友如何 我看得出来啊 您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 为了这个教育事业 而耽误了这个终身大师 你不要忘了 俗话说得好 女人自食豆腐渣 而且有这么一首歌 叫什么什么 找个男人嫁掉就算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知道你想感谢我 但不需要你感谢我 其实我帮你找这个男朋友不错的 给你介绍这个呢 很好看的给你看啊 是我们超市一个叫小Q的男的 很帅啊 发型跟你差不多 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你看不抽烟不喝酒 什么都没有 也不会做 就除了上个网 看看什么美女照片之外呢 就没什么了 很正常 这样吧 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呢 好好地教育他一下 很般配的你们两个 知道吗 好 我打死你 别别别别打别打 我打死你 我帮你介绍男朋友还不好吗 行 你每天看那个文向天的照片 看得说不着笑 你说什么 你 你知道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 我看得出来 因为你看我妹夫的眼神就是不对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